我們剛才把這個小米手機大陸手機解鎖囉 解鎖之後呢,我把它變成我們國際標準版好了 這樣,呃,就是不是用起來像大陸那邊的手機 欸,我想大家就是應該比較習慣國際標準版的介面 那我自己是沒差 但我們還是來把它刷成國際標準版吧 首先,這個手機齁 我們先把它關機 關機 好,關機了對不對 一樣齁,我先把傳輸線這個地方先拔起來齁 先把傳輸線拔起來 然後這裡按電源鍵和音源鍵的下 好,我們到Faceboot模式齁 Faceboot模式之後呢,我們把這個傳輸線 插上去齁,跟電腦連線 跟電腦連線之後呢,來看一下喔 這個線刷工具齁 這個叫做... 這個手機接鎖 線刷工具在這裡齁,它開起來像這樣子 好,允許 好,它開起來像這樣子齁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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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這個手機 本機這裡是C槽齁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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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齁 這個手機接鎖齁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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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齁 然後慢慢刷去 現在…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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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李宗盛